妈 你想好了没有啊 我们兄弟三个人 你到底想跟谁一起生活 我想好了 我跟老三一起过 家里只有十万块钱了 我都跟老三 就这么决定了 你们没意见吧 妈 既然你都决定好了 跟老三一起生活 我们两口子同意 妈 我也没见 我同意 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了 那我们就把妈接走了 对对对 你们放心 我一定把妈照顾好 妈 走 走走走 你赶紧去老大老二家 我可自好够你了 一天天的 我连个打麻将的时间都没有了 真是的 媳妇 你这是干嘛呀 好歹是我妈呀 就运是你妈 我才受胎一年 我累死累活动 你知道吗 媳妇 我知道你累 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是局势表决的 妈把死亡和险都给我们了 跟我们一起生活 这才过了一年 你看 让我跟老大老二怎么交代啊 交代 交代什么呀 谁要是说呢 让他管去啊 我看他们能吃到他多长时间 反正我就管了这儿了 赶紧让他走 行 我都听你的 让他走 哎 但是妈走了的话 那十万块钱怎么办 哎 玉妇姑姑把母养好几万吧 我说他之后拉扫不用花钱啊 我告诉你啊 想过好日子 赶紧让他走 我带妈下去了 去 妈 你还是走吧 你看 我那媳妇是什么德性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不走的话 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老大 我被老三赶出来了 钱也没给我 我实在没离婚气了 哎 不是 你把钱都给老三了 现在他们把你赶出来 你就相信我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便宜都让他们赶啊 老大 我 我什么我啊 朱贵啊 你去把钱押过来给我 我就让你跟我一起生活 要不然 我可管不了啊 婚前的时候不想起我 现在有困难的就想起我了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妈 妈 你怎么又回老皇子这里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三媳妇不再见我 老大也不管我 我没地方去了 只有回这老皇子住吧 妈 你说你又回这个老皇子干嘛 这老皇子又不能住人呢 这样吧 你跟我们回去 去我们家住吧 善妈 你这不是还有你二儿子吧 你就去我们家住吧 还是算了吧 妈哪里有年轻你们家住啊 家产全部给老三呢 妈 你现在一无所有 儿子 儿媳妇 你们还是好好商量商量吧 哎呀妈 还商量什么呀 这事啊 我做主了 你就去我们家住吧 老大老三他们不管你 我们管你啊 再说了 你也不是一无所有啊 你这不是还有我们吗 以后啊 我们给你养老 善妈 走 你回家吧 走 你关闹 我再说你 我再说你 了 你 是